同樣是意外現場 嘉義市新夜西路發生車禍 一輛汽車突然撞進火鍋店 所幸車上五個人都只有驚嚇 沒有受傷 警方調查駕駛疑似是路況不熟 轉彎時失控 幸好火鍋店不是營業時間 所以沒有客人受傷 畫面中汽車突然右偏 直接撞進店家 另一個角度看 車子從火鍋店側邊衝進來 玻璃匡廊巨響碎滿地 裡頭員工嚇壞了 拿起手機撥打報警 這時車內的五個人陸續下車 都受到驚嚇 這是嘉義市新夜西路上一家火鍋店 23號下午快五點 這輛汽車突然撞進來 車身協停一半在店內 一半在外邊 幸好還沒到營業時間 當時沒有客人在用餐 撞過來的時候 那聲音真的有點太可怕了 有點暴衝的感覺 就突然衝上去了 我有五個人在裡面 基本的初步評估 並沒有明顯的外傷 疑似是24歲的駕駛 路況不熟 轉彎時失控釀貨 一輛停在門口的轎車 也被波及 你的車停在這裡 對啊 我停在這裡 店家表示損失還要估算 相關的肇事責任 由警方進一步調查 華爾新聞陳建邦 嘉義報導 已經過了 領導走 凍 Gün